中国之声 央广新闻 中国之声 央广新闻 我是于婷 我是燕磊 接下来半小时 您将听到 此时此刻 英国无协议托欧风险增大 欧盟各国做足准备应对 第一时间 12306今天上线后补购票功能 四川重庆用户抢先体验 中国之声 今日全舰还向重点关注 监管部门介入全舰风波 中国之声直击全舰总部千人直销大会 元旦起 北京三城区道路停车改变电子 我过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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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买北汽新能源纯电动SUV EX360啊 398公里等速续航 百公里电费仅8元 电池制保8年或15万公里 还有两年免息政策 百度搜索 北汽新能源 坚守珍唐石教 成就大国奸相 口子教珍唐石教 盐 贵在出淤泥而不染 纷繁复杂中 极着阳青是一种担当 河北伦统四名听证会者 求真知 正式听 与真相为伴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有请此刻主播庞颖 好的雨婷 我们来看此刻最新消息 英国媒体26号报道 英国预计2019年3月29号 正式退出欧盟 但是双方至今 尚未就脱欧后 安排达成共识 使无协议脱欧的风险日增 近日爱尔兰 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 欧盟成员国开始增聘人手 应对额外边境管制和清官工作 并协助企业寻找替代市场 减低英国无协议脱欧造成的冲击 在欧盟的无协议脱欧方案中 在英国注册的航空公司 可在硬脱欧后9个月内 继续营运往返英欧的航班 但是连接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航班 需要取消 上个月 爱尔兰发表报告 评估英国无协议脱欧 对于爱尔兰经济的冲击 并计划聘请1000名职员 加快清官程序 爱尔兰更于都柏林机场附近购入土地 针对英国乘客和车辆 兴建出入境设施 法国早前也通过紧急法案 在英法隧道入口所在的加莱 增聘700名海关人员 并扩建边境检查设施和兴建新货舱 荷兰也于主要港口城市路特丹 增聘900多人负责检查进口食物等货品 欧盟此前曾经表示 若英国无协议脱欧 欧盟或不再承认英国产品检查标准 或导致企业物流延幕 部分欧盟国家已经为此向中小企发出通知 爱尔兰政府更成立网站 并安排官员走访全国各地 解释无协议脱欧对不同行业的潜在影响 爱尔兰和荷兰也会向企业 发放最多150万欧元的补贴 来减低英国脱欧造成的震荡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05分 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件 依法严惩网络犯罪指导性案例 最高法案例明确 利用微信群涉毒属于开涉毒场 印度尼西亚抗灾署26号说 印尼西部驯塔海峡22号发生的海啸 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430人 另外有大约2.2万人撤离 目前救援队在不断的扩大搜救区域 搜救和灾民撤离安置工作进展 booty 不可能 不是 快 寻